因為那時候的陳建仁被稱為 溫暖的大人哥 我希望我現在也是 可是 可是 溫暖的大人哥 變成是一個XX的院長 這會不會是你最後的歷史定位 要剝人民幾層皮啊 是不是買了太多 甚至是太貴的店 立案停船 那我們進入我們這個總諮詢 院長還記得這一幕嗎 記得 謝謝你 這是 你那時候當 副總統的時候 我邀請你到我的節目 新聞追追追 我們那時候在討論這個聯金改革 那今天為什麼要有這一幕呢 因為那時候的陳建仁被稱為 溫暖的大人哥 因為今天我比較強調要溫暖 而且要溝通 而且要傾聽 可是 可是 院長你發現最近郵定雙長 對人民的衝擊是很大的嗎 你會不會擔心 溫暖的大人哥 變成是一個 漲價的院長 這會不會是你最後的歷史定位 我想 我不會是戰將的院長 我一向是願意傾聽 願意來溝通 願意協調 但是 我覺得如果 我在上個禮拜 有些委員講的 實在是不符合常理的時候 我也應該要 表達我個人對於這些 不符合 特別是科學證據的一些回應 我覺得科學是不容打著扣的 這個很重要 而且我們論證的時候一定要講道理 院長你的意思是 水跟電是確定是要漲了嗎 你的任內 520之前你要 包括你的歷史定位變成是 漲價的院長 你都一定要帶著鋼盔往前衝嗎 我想 電費的部分 其實是還蠻明確的 就是說因為我們 俄烏戰爭的關係 所有的燃料都上升 所以現在台電呢 是賣一度電就賠一度電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我想為了要確保我們的經濟成長 為了確保我們民生用電無語 我們確實是在評估當中 那這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也想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就是我們台電呢 在以往為了要穩定這個物價 那我們台電的漲價的幅度呢 都低於全世界所有的國家 所以大部分的國家 所以呢台電呢 有蠻大的虧損 有三千多億的虧損 那我們應該 我提醒一下 現在是漲電價的好時機嗎 主席總署上個禮拜剛剛宣布 我們的實質的總薪資 創十一年來收服最大 民間現在反對的聲音非常的大 特別是會帶動物價 你們有考慮過過這個事情 我想我們有做過評估 如果政府有這一個挹注 再加上 漲部分的電價的話 這樣台電才能夠 比較有 合理的未來的發展 那所以我們 在這一個部分 還是請我們 電價審議委員會 來就全盤的情況 來做評估 院長我先提醒一件事情好不好 好 20 這個2012年的時候 馬英九那時候提的 油電雙掌 你應該有印象 我提醒你是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 他在非洲訪問 記者問他的時候 他特別講 帶著鋼盔也要往前衝 他的心境看起來跟你是有點像的 第一個我更要提醒你 馬英九從非洲回來以後 他發現完全不對了 不只民調調到13% 他上次有做了某些改進的 包括他去跟民間電廠談 那個利息利率本來是8% 都降到2%了 可是因為物價已經上去了 明年很深 你要不要好好再思考一下 這個部分 我們會讓 經濟部還有 我們電價的審議委員會 來討論 我請教一下 部長 我看你自己天你的講話看起來是要漲 而且幅度 是不小 那我要提醒一個點 台電虧損 台電以前是金雞母喔 是誰把他搞壞了 台電現在這個虧損 要人民來補嗎 要剝人民幾層皮呢 是不是應該回過頭 先去把台電的虧損原理把弄清楚 不是記者要漲價 其實我們這個都有做非常詳細的在做評估 那二物戰到現在喔 如果委員 我相信我也非常清楚 很多歐美國家喔 他們的這個電費的 漲的幅度是非常非常高 那台電一直吸收這個兩三年來的這個電費喔 那確實讓台電的這個財務 到現在看起來喔 如果讓他正常的運作喔 會有困難 那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情形 那當然二物戰戰之後 這個燃料成本有一些下降 但是仍舊比戰爭之前高 那這個是現實的問題 來我們看下一張圖 你一直在強調 戰爭跟國際因素造成的影響 第二條線就是你在強調的燃料成本 對不對 這是你們台電跟經濟部的決算書裡面的資料 燃料成本在什麼時候開始往下走 一百一十年是不是就慢慢就往下走了 沒有其實整個我們的看起來是二零二二二三的燃料成本 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主要是在二零二二的時候其實中油還有吸收 很大一部分 請看這個趨勢圖 請看這個趨勢圖 台電有兩個很重要支出 一個是燃料成本 一個就是買電 對不對 第二條線中間這個 黃色的線 在民國一百年到一百一十年 確實是往上走的一個最高峰 可是在一百一十年的時候他就停住了 往下走囉 不是像你講的一直在往上走 這是第一個點 第二點我更要請教你的 當你的燃料成本往下降 特別是燃煤 特別是燃煤 國際的燃煤已經往下掉的時候 下面 你台電去買電 是不是應該跟著往下降 因為他用到天然氣用到煤 是不是這樣 沒有錯 但是因為我們有天然氣跟這個燃煤兩個 所以我們整個看二零二二跟二零二三 那二零二二其實前半年的天然氣 其實還沒有中油沒有完全反應給台電 所以如果就台電的購電的成本來講的話 二零二二跟二零二三是差不多的 但是這裡講的四千多 我的理解應該是六千億左右 部長抱歉這是你們的結算書 我要提醒一個點這個是非常清楚的 當燃料成本往下慢慢往下掉的時候 你們發現非常奇怪 為什麼台電去買電是往上走的 為什麼 請問部長跟院長 沒有錯 台電的買電的部分 當然有一部分是買綠電 是買綠電 那我買綠電呢 從二零二二的五百多億到二零二三年的九百億 是沒有錯有增加 但是發展綠電也是台灣一定要去走的路 那前半段前面這幾年呢 台灣就綠電的環境用賭購費率等等 來讓這個整個綠色的產業能夠發展起來 那現在慢慢的特別委員也知道 離岸風電已經全部都是直接用民間來賭電了 那太陽光電呢 逐漸不用賭購費率 而是賣給民間的佔比呢 從今年也會大家會看到越來越多 所以部長你剛才回答 就印證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 天你每次都講國際因素 事實上這個不是那麼重要的對不對 欸不對 國際因素還是最大 第二個更重要 當它影響沒有大的時候 往下掉的時候 為什麼還往上走 是買了太多甚至是太貴的電 我給你看一個數目字好不好 同樣買 同樣做這個太陽能 台電本身也有太陽能對不對 有台電也有 台電一度是多少 三點三六 那為什麼你去買電 買太陽能的時候買到四點八六呢 當然可能要給一定的這個利潤是沒有錯的 可是會不會給的太高 更嚴重的是什麼 弊案平傳 為什麼有那麼多弊案 光是跟光電有關的弊案那麼多 上個禮拜院長一直搖頭 上個禮拜 台南的八十八槍光電這個案子 那個主權昂貴才判了十年 前兩年 光是跟光電有關的 至少起訴了六十件 所以他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 為什麼那麼好賺 跟台電 台電虧損那麼多 還要拿我們的錢去補 拿我們的錢去補 可是只要台電去買的 都買得那麼貴 而且發生弊案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那個鈍鉤匯率 其實裡面有非常多的專家 我們用非常精確的成本來算 那當然他有一點利潤 但是你不能說他是暴利 那台電自己發的太陽能力成本比較低 因為台電是用自己的土地 來做太陽能力 可是會不會太高了 為什麼會發生弊案 為什麼一段時間 這個是不是應該 院長 我們現在要賬人品的錢 要賬電價 結果人品價看到是什麼 你台電去買的電是太貴了 你看看最近的新聞 光是一個過年 光電的那些公司 花了聯中展金 他的紅利 當台電這麼辛苦的時候 台電以前是一個很好的公司 體質很好的公司 是個經濟模 當他要跟人民拿這麼多錢的時候 他去買電又買這麼貴 人民會怎麼想這個事情 所以我的結論是 要不要先去把台電買電這個事情 把它弄清楚 才去談漲價的事情 你說內部沒有改革 你憑什麼去賬人民的價錢 我們當然在所有的 電價審議委員會 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們當然也會就 台電的這一個支出的部分 包括購電的部分 包括發電的部分 做同盤的檢討 讓這個審議委員會 來做了解 但是剛才講的 這些風力也好 太陽能也好 這個發電出來的東西 都是因為有 等受這個電價的關係 才會有比較高 那當時呢 會有這樣的決定呢 也是為了要 讓國外的電廠 還有國內的電廠 願意來投資 這個綠電的發展 謝謝院長 謝謝院長 另外我再補充一下 就是說實際上 這個綠電佔的成本 在以目前來看的話 那綠電呢 它大概目前是佔百分之十吧 所以呢 相對於整個電價來看 還是所有的電 都來自於這個燃氣跟燃煤的 佔比比較多 這個我要跟委員報告一下 所以院長跟部長你們 有一個真相沒有跟我們前面講喔 沒有跟我們台灣人民講 第一個 最近的這個價格還是往上走 對不對 買綠電的錢 現在進入高峰期喔 所以你明年 不只今年要錢 有虧損 明年後年大後年 至少未來五年 再再生能源這一塊 虧損會更大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點 第二個你們到目前 沒有看到你們的解決方案啊 你們現在談的是什麼 2025要增加到20% 那現在這個時間 現在才十八九點九 虧損已經這麼大 你們要跟人民講清楚 人民就是給了你錢 賺了電價 或者給你補貴之後 未來五年漏洞會更大 要不要跟人民講清楚 事實上發展再生能源 台灣其實已經走得很慢了 那發展再生能源的時候 那相關的這個部分 台灣當然要去支持這個再生能源的產業 但是我剛才講了 現在已經越來越多都已經直接賣給民間的企業 不是用鈍購費率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呢 台電我們在維持的時候穩定 但是也會一直讓他稀釋出去賣民間 所以我想委員對 不應該是說再生能源要走回頭路啦 這個還是台灣要走了 台灣已經是比較慢了 再生能源院長跟部長講我完全贊成 我們是支持再生能源 可是我們反對買太貴 給太多錢 特別是在台電虧損這麼嚴重的時候 第二個 弊端平傳 所以我們很明確的要求 你們要有支持我是支持的 可是要做這兩件事情 不要再買太貴好不好 第二個 弊端一定要查清楚 有有 所以弊案的情形 事實上現在 這個委員現在看到都是 確實過去有發生一些案子 然後檢調已經來協調 所以現在看起來的情形 目前就比較正常的一個在發展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行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醫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走了 席衛法 3 後蘇